如果业障要百分之多才能离开这个地狱呢 要达到百分之多才能达到地狱去 那如果你业障如果一般的到百分之四十 只要你百分之四十的业障 就是说百分之六十都是好的 你就不会下地狱了 六十不会下地狱的 不是到二十五三十那种就下地狱的了 二十五那是二十二十五那是上说的是天界 明白吗 所以很多人一天到晚误解说台长说什么什么天 实际上天分成六道轮回当中这个欲界天 里面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 然后再上去是圣文道圆角道 明白了吗 所以很多人都不懂啊 真的还什么都没听清楚台长说什么话先批判批评 哎我都无语了哎 如果是三十百分之三十或者四十是下地狱的 没有啊 你只要不超过四十 你就还不会下地狱 听得懂吗 但是呢 从畜生投人都有可能 哇很危险啊 你们家里如果养了一个 家里如果养了一条狗 养了一个猪 像他们这种呢 就是说不下地狱 但是从畜生到 你开心啊 要到百分之多少才不会跑去出生到呢 二十五啊 才会跑去哪里啊 出生到啊 啊出生到啊出生到一般的你像一个人如果你至少三十三十三十以以呃 不能超过三十的业障 明白吗 哦 少数才是了 就是七十你是很好的才能不会超出生到 所以一般的一个人一辈子做得像一个人一样不做坏事也不做好事平平安安不害人他这个人基本上都是七十这个人就能啊再投人啊 如果你要说要到天上去哪怕阿修罗道你至少要超过啊二十二十了到天上但是呢你二十五啊二十四二十八这种都能够再投人 听得懂了啊所以有些人叫我看独藤台长问他业障有多少台长说二十八这个人至少投人没问题的啊 明白了吗 啊 啊 明白 啊啊 听说我听台长的都以台长讲如果白无常黑无常来拿人一般就上升到一百八会上升到一百八成这种是不投不了人了了 那当然没有说一百八就是可能就是你大概没听清楚 如果黑无常八无常之九十八或者九十九就可以拉走了啊听得懂吗 嗯 不是越当升上去了啊就懂 业障当然升上去了啊黑无常白无常都把你带走了你还没有业障啊 哦 哇 如果是不守不守升得很快 那 那 一百一百八一百八成 像你像你三十八的话现在还没有脱离头出生的可能 如果你超过三十了你比方说只有二十八二十九了那你就啊基本上投人了那如果你再弄掉个十二十了那你一定上天了这个天是那种六道的天如果你超过十了那你基本上就可以超脱啊六道了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啊啊啊啊如果我们修到天界的时候天界是怎样修的还是认经的还是那边有体验没有体验放经放生了啊啊都有它不要放生了到了天界的话你修就是念经了静坐念修我指的是你超脱六道你还有机会修你在天道里边你就是享受的时间了明白了吗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现在投胎投了人家一个少爷整天吃喝玩乐你说你会念经修行吗 除非有机会闻到佛法就叫你狗啦哎呀你你现在有所进步啦 哈哈哈哈哈哈 嗯嗯雨吧 雨吧 嗯 雨吧 雨吧